蔡英文不承認九二共識 一連劈碎三木板 眼看初選民調就要展開 最後一場電視辯論 國民黨參選人各個拿出 渾身解數 就是要讓台北更美 更繁榮 更安全 兩岸牌 杯 琴牌 能用的全部拿出來 柯文哲說不清楚的台灣價值 也要仔細重新解釋 就國民黨來講台灣價值 一中就是中華民國 非常清楚 台北市的價值是 台北市在發展的過程當中 我們不可以忘記 我們對台灣應該負有的責任 用台北市中心價值 提出政見理念 評出國民黨初選 參選人先禮後兵 最後回頭檢討國民黨的問題 要重新找回團結 政治希望來解決國家的問題 解決城市治理的問題 政治是整合所有相同理念的同志 大家往同一個目標去脈絡去整 泛藍一定要團結 也希望甚至呼籲新黨的郁主席 呼籲親民黨的宋主席 橘子綠了 翻籃回物 從橘子綠了 綠橘子 再回到小藍莓 大家都要團結 國民黨北市長初選民調 4月29到5月1號展開 誰能代表藍營戰科 很快就會有答案 記者楊綺浩成為越台北採訪報導